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已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辞职,随即引发广泛关注被指与博尔顿一直存在矛盾的国务卿蓬佩奥,在谈及此事时微笑着称,我从未对此感到意外,并指出特朗普完全有权这么做,他也欣然承认,自己和博尔顿确实存在分歧。 综合美国CBS新闻及纽约邮报报道,博尔顿原本应在时日与蓬佩奥和财长姆,努钦一同面对记者,但在当天下午,博尔顿就已经离开白宫,最终在媒体面前亮相的只剩蓬佩奥和姆努钦。 美媒指出,蓬佩奥当天明显很高兴,在有记者提问博尔顿是被炒,还是自己选择辞职时,蓬佩奥表示,会把博尔顿离开的原因留给美国总统去谈,但总统有权获得他想要的员工。 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个直接为美国总统工作的员工,总统应该拥有他信任和重视的人,总统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被问及博尔顿被解雇是否出人意料时,蓬佩奥微笑着回答,我从未感到意外。 不仅如此,这位美国国务卿也欣然承认,和博尔顿之间确实存在分歧。 很多时候,博尔顿和我存在分歧,这是肯定的。 不过对于很多,与我有交流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然而,在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询问美国国家安全团队是否一团糟时,蓬佩奥则被惹怒了,坚称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问题。 早在今年5月,CNN就曾爆料,美政府两大鹰派人物博尔顿与蓬佩奥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有消息人士称,博尔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上惹蓬佩奥不快,让蓬佩奥觉得博尔顿势在越权。 此外,博尔顿在一些十分关键的国际问题上,总是过于直言不讳。 这让外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博尔顿正扮演国务卿角色,在9月6日的报道中。 CNN又提到,博尔顿所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而博尔顿和蓬佩奥的关系已经跌入谷底。 博尔顿出生于1948年,曾于2005年至2006年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去年4月,他取代麦克马斯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特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